世宗皇帝展现了效仿汉制的决心,却没注意到旧权贵对改革的反对,而那场被血染的祭祀里搅动了所有人的命运。 18年后,宰相萧斯文之女萧燕燕为了证明妻丹女子未必不如男,她想得到草原上最好的马,为此她不惜和摩颅骨进行决斗。 另一边,军营闯进一匹受惊的马,唯有韩德让驯服了她。 韩德让很喜欢这匹马,给她取名叫乌云盖雪,刚好付亲来信让她速回上京,韩德让便立即骑上乌云盖雪赶路。 韩德让刚回到上京,就与萧燕燕在街上相遇,萧燕燕一眼就看上了乌云盖雪,便耍赖让韩德让把马赔给自己。 韩德让担心萧燕燕驾驭不了辞马,但萧燕燕自信地飞升上马,结果马儿受惊穿街过巷,直接闯入了法场。 萧燕燕险些从马背上摔落,还好韩德让赶来救下她,韩德让向大人解释他们并非要劫法场,而是马体受惊误闯。 萧燕燕随即亮明自己的身份,还谎称韩德让是府上的马官,二人这才脱身。 事后萧燕燕威胁韩德让,让她把马送给了自己。 哼,我看你到底有什么可变的。 姑娘这是何必呢? 当我你真喜欢这匹马,我就把他送你便是。 韩德让与先帝次子耶律贤将见,二人分外开心,耶律贤提起祥古山之变,他活着就为了等到复仇,他让韩德让在瑟柳大赛中夺冠,这样才能接近权力中枢。 另一边,萧斯温交代女儿们,在春那波期间不要到处走动,这是有人来求见,萧斯温听到祥古山三个字,立马变了脸色,而来人正是韩德让。 韩德让拿出玉佩,希望萧斯温为大辽再做次选择。 萧斯温刚要发问,不料萧燕燕闯了进来,他以为韩德让是来要回马体的,便赶紧将她拉走。 韩德让将马送给萧燕燕,叮嘱她今后万一有人问起,就说她是来要马钱的。